星期四哼哼有声先说一下收费环节说什么 今天也是因为太多东西说了 我会拆做两节 头两节都应该是原无意外是free的 所以就是说第三节就是说回星期二 说不及的东西 留下星期四的第三节收费环节说回 最主要是说奥运总结和全红线 反映中国大陆社福结构 虚有期表败稅其中的问题 第一次要说什么呢 当然要回应少许 很少回应网友 但是通常有代表性的网友 我觉得是要拿出来说的 话说星期二我就说过 就是我说李永达离开香港 就是粉碎了那些黄标KOL的传言 就是他们又说8月1号收改了出入境条例 就会封关了 又说出入境大同友便衣会截了 有些香港人不让他离开 又说特区政府不让英国的飞机落地 所以就去不了英国了 全部就是他以身作识粉碎了 接着我就批评 那些黄标KOL当天乱传这些假新闻 就是老千石那些 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 他们说完作故事混淆视听 那些黄尸就继续当他们是神仁拜 你没有想过这件事会破坏了 你们黄尸阵营的公信力 会给很多假的消息 其实是会连累到人的 有个60岁的废佬就在这里留言 说些东西其实都一如意料 现在香港的环境这么差 你看不到的吗 香港环境差 和你说的东西是真 当然是两件事 你不能说香港环境差 所以我就可以作很多很假的新闻 去误导其他人的 接着当然 有个好笑的就是 我只剩下嘴巴了 你是对这个抗争贡献的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 如果你只剩下嘴巴了 你说我做了很多东西 接着你为这个抗争做过什么 这样说也至少有点合理 你自己会说你什么差都没做过 你要求别人做? 请问问你自己为什么什么差都没做过 我一定做得多过你 当然就是要说回 不是因为现在香港差 你就可以胡说一些假的东西 假的东西 其实不单是伤害了你自己所属阵营的公信力 甚至乎会连累人 最好的例子 其实我遇到太多 以前你这个废佬没有参加过什么抗争 我告诉你 抗争前线最厉害是什么? 抗争前线其中一件事最厉害是放流料 因为你放流料会影响部署 甚至因为这样会被拘捕 然后你觉得香港那么坏 你当然要说得坏一点 说到警察周围 我还记得728 728就是元朗游行 那时候刘世良还叫人不要穿装装 谁知道他一见不对路 就下午早早走了 留下那些年轻就在南生围那一头 其实几个地方都有 然后突然间有人说 现在猜到封路了 我们要走了 那不要紧 猜到封路就走了 去到另外一边又有人说猜到封路 结果其实在南生围附近那一区 其实只有几条主要的马路 全部都说猜到封路 就撞在一起 然后那些人就恐慌 我们走不到 我们就在十字马路路口中心 不知道怎么办 其实几乎就产生人差人 就是你这条废佬所说的那些 现在猜到这么坏 说说假消息也无所谓 那就累死人了 好彩后来 就有些哨兵去探路 就说这里可以走的 就慢慢把那些人引导他们 他们去了党铁站 那时候还未是党铁 那时候还未是831 728 就算是解决了那个人差人事件 事后就证实了吗 证实就是其实只有两个出口 有警察封路 其他那些是没有事的 但是就是有些人不停在那里传 这边有封路 当时我还记得 就是我的朋友 当然不是我了 已经在现场 不如说 不要乱传假消息 喂 未清楚的东西 不要产生恐慌 但是那些人没办法 因为你看人人都走的时候 喂 你落单那怎么办呢 这些就是搞消息 去对这个抗争造成的破坏 而你这些废佬冷气军事 当然不太知道了 然后还疤疤疤疤 你又为抗争做了些什么 你这些垃圾 如果只剩下口 其实我预期就是 你就帮忙传这些假消息 你帮你一号封关啊 什么什么 就是好像我之前说的 721之后就说 有刘山刀手来香港 叫了整个香港 没有人敢下街 对抗争有什么用呢 传这些假消息 当然是可以传的 喂 你现在共产党那么坏 那帮他作些东西上去 喂 作完我都说 蓝丝就笑你 喂 你们那帮黄丝 周围笑人家 就是传播假新闻 原来你们也传播的 喂 原来传播完 还要证明这件事情 就会觉得 喂 那现在共产党那么坏 你看不到的吗 喂 就是你下一句又怎样 就是共产党那么坏 因为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就 明正言顺 就是作假新闻 然后作假新闻 去连累人 比如有很多人 因为听到这些搞消息 就可能 原先举例 比如有些移民 虽然我都不认同这些移民L 他有个很完善的移民计划 就是因为你觉得 说给他听 8月1号就封关了 然后就完全没有根据的 那就是 闯缩地走了 然后才发觉 原来8月1号没有 那就打乱了人家的计划 喂 就好像我记得 之前萧生说 就来就走不掉了 接着就有些公务员 就连个长逢都不拿 原本等多一两年退休 都不拿了 就立刻移民走了 哦 走完才发觉 原来没有封关的 蛤 那过了千万的 长逢都拿不到 那你早走过持走 这就是不负责任的发言 喂 在抗争前线 这些人是会被批斗的 是会追着来骂的 我不明白 反而在一个冷气房 现在任何人说是没问题 说这些假消息的KOR 完全不需要被惩罚的 就是我再说多一次 喂 现在政府从来不需要 用出入境条例收定 来去阻止香港人离境 他只要觉得你有问题 就阻止你离境 那你说什么8月1号 8月1号之前 已经是有这件事了 关什么8月1号之后 香港封关了 你这个废佬醒不醒 睡醒了没有 你 好了 然后 去到8月1号之后 李永达 就告诉你 喂 我走了 离开香港 没有村没有难 没有人阻止我 我是民主党副主席 我发起过占宗 被人告过的 不过就没有坐牢 就缓刑 长期都是反中乱港 头几号代表人物 为什么他走得了 你解释不解释到 原来你不需要解释 这些黄丝 就是不会分对错的 我只是问你 对错 他就说第二件事 喂 共产党那么醜 你看不到的吗 喂 共产党今天不做 明天都可以做 喂 你说这些完全没有关系 relevant 我们去探索了一件事 这些人 就是老千石 萧生说的消息 是不是假的 假的 是不是要更正 是不是要向这个香港人 道歉 你又来说 共产党那么醜 所以说了假西文都没用 这些反智的人 我心想 喂 不要跟我说 什么差事同路人 我没有理你们这么弱智 喂 还有这个废老 那你可以怎么做 其实我其中一个例子 就是 你其实都是没什么用的了 既然没有用的人 究竟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什么意义 你自己思考一下 好了 那当然 今天就 要继续讲回 教协这个问题 教协呢 其实就在 我星期二的 就是录音的时间 就宣布了 是解散的了 那但是其实呢 他是没执行 这个解散程序 所以虽然 教协宣布了解散 他都要举行 一个会员大会 要有超过三分二的会员 投票通过 教协才能够正式解散的 那我不知道 他那个会章 是写明 是所有出席的会员 还是所有的 只限于理事会的干事 那教协有几万个会员 那是不是出席那几百人 就决定了教协 能不能接 但anyway 最重要的意思 都是 原来教协是 未解散的 他只是宣布了 他打算解散 但是都要根据选举程序 才可以决定 他解不解散到 这个也是 其实司徒华成立教协 一件很重要的 组织不可以说 你说散就散 要经过一些程序 而这些程序 通常门槛很高 因为他就会看到 有一天 我告诉你 之前我们经常都说 司徒华 他建立民主党 一个列宁式的政党 意思就是 中常委决定了一切 你的会员 是没办法 推翻到中常委的决定 你要去加入 这个教协是很容易 但是你要成为 教协的管理层 是很麻烦的 所以之前有一个 晋思盟想挑战这个教协 他是失败收场的 因为他们是要组成 一个50人的团队 还是45人的团队 才可以参加 这个教协的理事会的选举 所以最后 那个晋思盟就变成了花瓶 就是 华叔已经是 一早想了 其实记者问 冯卫 说你有什么想和华叔说 我告诉你 华叔想告诉你 他就是预计了你 今天一天 就是有帮怕死的人 被这个共产党威胁之后 就想解散教协 所以特意在教协成立的时候 已经写了一些很辣的条款 教协其实很难滲透 因为很难去取代当权派 你很难去取消教协 因为你会有三分一的会员支持 你才能够去取消教协 但当然了 这些这样的条例 都已经是几十年前成立的了 其实以现在香港的教师 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解散的机会也很大 只不过想告诉大家 其实教协是没有解散的 解散的程序也是很难的 因为 司徒华一早已经想到 共产党会有逼教协解散的一天 所以他就在那个条款里 是写到 是有三分二的会员 在这个投票里面通过 才可以解散 第二件事就当然了 宣布了教协解散之后 香港人会做些什么呢 原来就是拥去教协超级市场买东西 这个其实我们都习惯的了 逢之有些什么打压 我们就去黄店消费 我们就去买这个苹果日报 这些我不是去指责任何人 事实上香港今时今日的国安法条例底下 都没有什么可以做到的 只不过我觉得有些讽刺 很多那些传媒就去拍 教协怎样排长龙 还有几百人在排队 但是其实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教协 其实教协因为那些东西真的很便宜 以前我不怕逼人的时候 我都经常想教协买东西 那个好望角大阪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就是好望角大阪 哇 其实长期礼拜六日就是有一条人龙在这里了 很贵的 所以后来我也觉得 免得省钱了 搞得要和你逼逼逼逼逼逼逼 那我就宁愿买贵的东西 都不再去教协买的 教协从来都是人山人海的 我不知道呢 你去教协迫爆数便宜货呢 你怎样样可以区别到 因为我接着就找一下以前教协的超级市场是什么样的了 那我发觉以前教协超市呢 和今时今日都是人山人海的 那你怎样样可以表达到 你所谓支持这个教协 向这个政府表达不满呢 因为我们通常都说 譬如 喂 我们之前有谴责 其实没有谴责的 我们就很不齿的人 常常都说撑苹果 撑苹果原来又没有订苹果 又没有订苹果 又没有订阅这个 就是动新闻 那谁知道呢 一去到呢 说苹果糟糕了 那就趁开 买苹果日报了 那当然我们不会批评这些人 因为 现在去教协数货的人 他平日都是去教协数货的 那只不过呢 今天教协解散 那可能不用责任了 那直接今天去数货 那我感慨的地方就是 喂 你怎样可以区别到你平日数货 和你今天数货 所谓支持教协的分别呢 喂 苹果我知道啊 平时没那么多人有买苹果 那现在有100万人买苹果 全世界 甚至国际媒体都会报道这件事啊 那教协超级市场数货 那和你平日数货是没有分别的嘛 那怎样可以表达到你对这个政府的不满呢 就是我不是去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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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责这个行为 就是我就跟着发觉 喂 数便货 给钱买东西 就是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不单止黄丝的 我觉得蓝丝都是这样 喂 如果有日公民 就是举例 未必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工联会宣布解散 接着呢 工联超市就是 五日内就宣布结束营业 我想那些蓝丝一样会拥去 这个的工联那个的 就是超级市场买东西的 因为大家都会想 喂 就是收拾了 这些东西都可以便宜了 就是这样的意思了 那怎样是一种政治表态呢 就是其实 我就算觉得在国安法很多事情做不到 那都可以有一些创意 创意去哪里呢 香港人是不是真的 落得最后就是 哦 那就扫平货 扫平货就是 就是我的表达方法 我不是给钱 没有效果 那你都要 做到一样东西 就起码有传媒报先 喂 起码在国际有关注先 比如这个 黄色经济圈 你怎么可以搞到那些 就是蓝色去批评 喂 你不能够这样去选择性消费的 或者是你买苹果 买到是国际那个的 的舆论是会有报道的 或者之前买一传媒股票 买到呢 就是我们说 国际很多媒体都会说完 那这个才是有作用的嘛 喂 你掃那些月饼 掃那些文具 怎么可以令到国际报道呢 就是做这些东西的人 有没有去深思过 去怎么样 去运用一个创意 你常常都说和理非和理非 喂 现在就是表达你和理非 发挥你和理非 创意威力的时候 原来你去做最后和理非 就是去买文具 还有去扫平货 那我觉得其实就有点可悲了 好了 第三呢 当然要说的了 就是 也都延续着星期二 我所谓 这个烂甲党 大内控的事件 那我其实之前都有说过了 就是对于 无论是李永达 尹兆坚 林卓廷又好 这个苏日行 梁逸玲 就是说伊迪和康俊宇也好 有人小句了 今时今日香港搞到这样的地步 喂 还有你们自己说的嘛 不分化的嘛 要团结一致的嘛 喂 今时今日 可以给你烂甲党参选 喂 就算是参选 你进去都战战兢兢 随时被人拉去坐牢 喂 就算你可以选 都未必选 哎 哎呀 我觉得 即是今时今日这个 我当然在我的立场 我觉得当然是绝对不应该再参加这个小兄姊选举啦 我当然也都觉得是参加这个议会选举是没用啦 喂 但我套回你们这帮王尸半年前的逻辑想 喂 是你们说去参加选举是有价值的嘛 接着呢 我也都可以预测得到 即是刘世良啊 花交台啊 这些这样的立乔萨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跟李永达那些是朋友来的嘛 喂 由民主党创党开始 他们已经收紫于品海钱 做这个的 就是于品海做他们的金主 是跟他们是跟这个共产党有所联络的啦 喂 我不明白的地方就 当然他们去批斗 那些语甲就一定的了 喂 喂 刘世良不是跟李永达朋友嘛 那当然是支持朋友啦 喂 这个花交台 陶军行 那当然跟李永达全部都是兄弟来的嘛 他当然要搞回那帮年轻啦 但我不明白的地方就是 喂 康俊宇也好 Edith也好 苏日恒也好 他都在紧随着你们民主党过往的路线的哦 喂 他们听你们说他才这样做的嘛 我们外人当然啦 我觉得我是有资格批评的 我们一向都反民主党的啦 那我们反民主党 你这些语甲又继续想着去参加这个小圈子选举 继续想着在这个体制内下给这个共产党收买 我们是有资格批评的 不过我都放下这个仇怨了 我都觉得 哎 今时今日 那么多人又坐牢 Edith也被人拘捕了 揹着 就是 这个检控的哦 喂 康俊宇更加不用说啦 喂 今时今日还有什么好批评他们呢 我也放得下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刘世良 喂 这些就真的是怨妇啊 喂 当日这个初选 就是民主党初选 由这个泛民初选去到呢 是这个立法会应不应该接受委任的时候 你们帮黄尸说过些什么呀 我找回给你们看呀 你们帮黄尸曾经说过呢 说 喂 不行哦 我们一定要进去这个的 喂 刘世良这些有份说的哦 喂 我们进去这个的立法会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 可以用议员的身份探手足的嘛 喂 是你帮黄尸 是你刘世良说的哦 喂 又说 啊啊啊 呃 留在这个立法会 可以有一两个议员 看看政府文件 去作出有限度的监察嘛 不用进去 可以留一两个都可以 又是你帮黄尸说的 喂 然后又说 喂 这个香港民调研究中心 宣布了那个民调结果 不知道为什么啦 就是总之到最后 就是可以让泛民自行决定 是究竟总辞 还是留在立法会的 我还记得 那时候泛民宣布要留在立法会的嘛 是你们说的嘛 跟着当然啦 之后又突然间就说 总辞是完全不需要再做多次民调的 喂 又是你帮黄尸说的 喂 然后 有谁说什么 let's say evil 宁愿泛民斗人工都不给建制斗 宁愿泛民 就是我不是要泛民赢 只是要建制输 全部都是你帮黄尸狗讲的 什么时候讲 大半年前而已 不是大半年前 我想大半年前至年多前 就是由去年泛民初选 去到立法会宣布总辞 一年多些时间而已 为什么 Edith 康俊宇 和苏日恒 跟回你们这个泛民的路事 跟回你们 你们帮黄尸想的论点 出来去做他们 相信的事 你们现在批斗他 你说好不好笑 接着我还记得 哎 你们 为什么要用这么狠毒的力度 来攻击自己人 那些共产党 现在最开心 全部都应用得回 都在你刘世良和你这些黄尸垃圾身上 你们没有反省过你们说过什么 你们记不记得 你们自己曾经 摒持过一个什么政治路线 今天推翻他也算了 别人继续坚持你当初的事 你是不是要做两件事 第一 你要向香港市民道歉 原来年多前说的全部都是垃圾 喂 不要跟我说 年多前的时势不同 喂 从来泛民都没有成功过 在这个立法会推翻过这个预算案的 泛民从来都没有在这个分组点票里面 可以落得什么重要性的议案通过的 泛民从来都没有在这个立法会拿到半数 是你们自己发梦发出来的 好了 现在梦醒了 你是不是要向香港市民道歉 你刘世良 你那些花架台 涂君行那把垃圾 原来当天我骗了你们 其实在立法会是没可能可以夺半的 在立法会是没可能制裁 都没有说这些了 喂 你之后说的都是跟立法会人数无关的 喂 探手足啊 什么要建制 要建制书不是要泛民赢啊 喂 什么东西 这个泛民可以在里面看政府文件 全部都是你们说的嘛 喂 如果你今天要去谴责这几只羽甲 就麻烦你向全香港市民道歉 就说喂 其实当天我们说的那些全部都是错的 我们其实是误导了你们的 喂 其实招土派性格 第二件事就要 喂 承认回我们说的 喂 你们现在说的东西是我们当天说的东西来的 我们就是说 喂 选什么 不要加入这个选举啦 还搞什么 体制改革呢 这个共产党玩完的选举 没得选的啦 是我们招土派最先说的嘛 我现在就跟我口水背就说 我们现在要去香港要招土揽炒啦 我们不可以再参加这个选举啦 在这个立法会里面 一个议员都是没用的 加入去做这个立法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的投机取考 这么无耻都可以的 一年前我就被你们当落水狗那样打 一年后你就用回我们的东西 去攻击其他的乳隔 喂 最疯痴是什么 喂 我都放下了啦 我作为一个前度的泛民主派的追击手 民主党的追击手 我都觉得今时今日 没必要再谴责这些人了 喂 他们对这个政坛 会有一个什么举足轻重的影响呢 喂 当天你们十几条人 我就说要谴责而已 今天你有很多人都抓去坐牢了 喂 剩下那些人 其实可能真的 他们真心觉得 进去这个立法会 可以帮到一些 现在因为国安法 被人拘捕了的人呢 可能真的觉得 可以看下政府文件 有好过没有 Nexa Evil呢 可能真的觉得 可以用这个立法会 议员的权力去探手足呢 那他们都是跟回你的说法而已嘛 现在就变成了你们的敌人 喂 半年前而已 你们和这个抗晋穴 Edith 这些还在清兴道弟 清子道媒 全部都是你们亲密战友来的 Edith曾经在你们花交台 做主持的 喂 这个民主党 喂 那帮羽甲 曾经是你们的亲密战友来的 半年不够 就变了落水狗 就变了你们批斗的战靶 喂 你们 我最记得你们讲的了 喂 那些激进派 最喜欢自己攻击同路人的啦 在那里搞分化的啦 他们是靠批斗人而存在的 永远都批斗不完的 今天是批斗泛民 明天是批斗 这个韩文思潮 后天就批斗你们自己了 喂 中了 刘世良之前是批斗本头派 接着又批斗勇武派 然后捉鬼 好了 捉完了 现在被你搞定了 移民到外国了 接着就打了羽甲 和我想说刘世良 你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人呢 你都走了 好笑的 他在这个节目里说什么 他说这些叫机会主义者 就永远是不负责任 机会主义者得过你 你现在不是就是看了这个机会 移民到外国咯 继续骗黄丝钱咯 喂 最机会主义那个是你啊 当天又说三十五拍 现在又反转猪肚 又说连参加这个选举都不行 神又是你 鬼又是你 然后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可以继续秉持下去 喂 起码都令到少一两个建制派逗人工啊 起码都是有一两个的议员在里面可以看下政府文件啊 喂 全部都是你们说的 今时今日你们就可以全面推翻 喂 这是什么事啊 我想说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以前说过些什么是要为你们的言论负责的 结果我就说黄丝就是这样咯 就是商巡标准搬龙门 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不要搞瘟化 不要攻击自己人 共产党最开心 好了 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就立刻做足这些东西 做得比我更狠狠 喂 我都应该是全香港数一数二憎恨民主党的人来的啦 我现在都没有出声啦 喂 你们追着人来打 喂 人家Idiot 喂 起码都被人拉过一次啦 你流上人憑什么猜疑 你们最喜欢讲资格论的 你对抗争做过什么贡献啊 除了做几个on card的屁股头 叫人家在这个728元 我还记得叫人家不要穿衣服 然后一射这个催泪弹的时候 就搞到我们说现场大混乱 因为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 没有这个面罩 然后然后你自己第一时间松人 喂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说的东西 是有什么影响的 没有都不要紧要 起码为你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忏悔先啦 起码向我这个泛民追击手的元祖 道歉先啦 你们现在说的东西 我一年多前已经说过啦 要是你现在撿我口水尾 喂 然后这一帮人 他们做的东西 还要是听你们说的喔 是跟着你们的政治路线的喔 喂 就是要在这个选举这个空间里面 尽量发挥他的作用嘛 喂 我就算不同意 喂 起码我觉得 他都是跟着你的逻辑而已 骂是局外人有资格骂喔 你脑点完那帮乙甲 跟你们走足十几二十年 你们那个选举路线 现在说他们是鬼 喂 真是好笑喔 我想说现在已经有些黄尸说 喂 鄺俊宇搞过那些 YouTube channel啊 其实啦 是为了啊 这个 就是共产党收钱来谷行他啊 买他的view啊 当然啊 最后的家局 我猜而已 喂 他们这些黄尸呢 我猜而已 就已经完全是可以不负责任的了 胡说都可以了 接着又说 其实啊 蘇日恒和Edith啊 是啊 鄺俊宇啊 推他们出来送死啊 其实最想选的就是鄺俊宇啊 接着就 鄺俊宇就成为了他们的 就是批斗的战霸 真的很客观地说啊 又是作为一个局外人地说啊 首先 我的局外人呢 我当然是希望 勸大家一人小句 我都猜不到 一个这么恨民主党的人 今时今日竟然要劝你班这样的契弟 一人小句 好心你们啦 还拗什么差事而已 共产党都杀到埋身啊 还可以为这些无无为为的东西的 你骂我骂 喂 你们不觉得好笑的吗 当然要我说回 你们原本应该要说的东西 不分化的嘛 我们要团结一致 是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咯 喜欢选就选 不选就不选 你们说的嘛 现在又不记得了吗 然后用回我的东西 你说讽不讽刺呢 年多前 我还记得那些什么招讨策略那些 全部都被人批定是鬼的 就是老千石那些 招讨派就肯定是 是共产党想出来是汉泛民的 现在他们自己做完一份 就说要招讨 招讨就是移民 招讨就是杯葛选举 喂 你们说完那些东西 面不面红啊 喂 之前你们是说 收共产党车是鬼的人才会说的东西 现在你们说完一份 主要信奉这些东西 你有没有给我们这些真真正正的 元祖招讨派啊 起码告诉我们 其实我们之前这样攻击 你是不好意思的 我们要感到懺悔 我们要感到懺悔 我们其实做错了 起码都先道歉 是不是先 喂 咚着你的嘴 说回我说的东西 厚顏无耻 蛤 这样做KOL 你这帮黄尸 还可以忍得住呢 好了 最后一件事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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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我说这个 争执 喂 现在就个个都觉得 喂 李永达呢 今次就说得对了 康俊宇是鬼 我就是最客气的角度来说 康俊宇 怎样坏都好 你永远在前线看到他的 李永达上我多少次前线啊 李永达帮我多少次手足啊 喂 从来 就是当然了 后期啊 康俊宇就消失了 但是起码前局我常常看到他 我前期永远 就是所有人在街上发梦都会看到 康俊宇后期就在许智峰居多 我相信都相信康俊宇啦 怎会相信李永达 相信你刘西良啊 你那些粉窗 去过多少次前线啊 喂 我都说刘西良去前线很搞笑 突然间 就是林康正跟我说 他说喂 突然间很多记者拍着我 我以为我自己是明星 那当然林康正也是明星 那为什么 原来是刘西良躲在他后面 那些记者呢 就是传统媒体的记者 为了要拍刘西良 个个就在前面拍刘林康正 搞定林康正以为自己是大明星 他以为要拍我 原来是拍他后面 躲在后面的刘西良 那些人好笑啊 这些人 打卡打到又要害死 喂 然后在我要选择信李永达 和信邝俊宇 我当然是信邝俊宇啦 喂 在逃君行定 选择信EDITH 我当然是信EDITH啦 你这些垃圾 除了咫咫咫咫咫 说这个那个是鬼 你对长抗症有什么贡献 我又用回你这些通 真的好笑的 我用回你半年前说的东西 一年前说的东西 全部都是刀刀刀 刮你们一巴又一巴 当然 无用 因为黄尸已经锻炼了一个很厉害的神功 就是厚颜无耻神功 是的 我们就是要抄你的口碎尾 还要说得比你更狠 是的 我们就要玩分化 我们就要玩批斗 是的 我们就要攻击自己人 攻击多个共产党 可以吹吗 因为黄尸就是 雙重标准本龙门 黄尸就是 永远都不会去反省自己有什么错误 有人常常说 你什么觉得自己适合 你先看看刘世良这些 有没有为过他自己的错误 道过一次歉 老千石这些垃圾 有没有道过一次歉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适合的 而有好笑的地方 就是当我们不停适合 但是说的话不停相反的时候 就像个精神分裂的人 就像徽级那样 自己跟自己打 自己在那里发疯 好 这就去到这里